這部分就是有時間的一個限制 整個球投手自己攔住 你沒有直接挖洞給吸吸跳 你覺得籃球比較好跳 還是棒球比較好跳 我有回答了 我很誠實 她很誠實 她說籃球輕鬆很多 可是我喜歡棒球的氛圍 太會講話 太會講話了 這一球撈起來打到右半邊 右外野手 Nice catch 把田哥的飛球給揭殺 還好這個球進了一點 沒有頭太高 不然會被他轟出去 再來就是郭天欣這個球 雖然咬得相當扎實 可是整個力量還沒有完全釋放出去 再來就是陳梓豪在第一個時間判斷 並沒有掌握到這個飛球 還好反應有過快 新疆小漏一排 跑動之後 稍微最後還是去 判斷一下這個外野 拳力打牆的一個位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安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官方的 YT頻道以及Twitch喔